这部恐怖片开场一段高能剧情吓坏观众 看完整部电影却收获满满的感动 在一部恐怖片中被催哭 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与歌出品必舍精品 今天的来部很有特点的冷门恐怖片 影片开始一女子痛苦的捂住自己的眼睛 旁边的男孩已经吓傻 女子的左眼泪如泉涌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男孩已经21岁 当年发生了什么 暂时不得而知 被噩梦往事惊醒的男主 凌晨五点多便起了床 天黑未令便前往打工的汉堡店 同事胡哥比男主来得还早 今天周六不营业 员工们是来打扫卫生的 经理安排工作时 卷毛一直在和女服务生求情 经理怒扯他工作太不认真 每天就职都混日的 开门晨晦 经理把男主叫进办公室 夸他出于泥而不染 问他为何这么努力工作 并表示父亲开了一家新店 自己可以推荐男主 去耐力当经理 男主听后很开心 对经理表示了感谢 从办公室出来后 卷毛不干活 满口乌言慧语的 和女服务员继续求情 男主让他消停一会儿 卷毛听后开始欺负人 拿出一只过期汉堡 要男主吃下去 胡哥看不下去了 要卷毛适可而止 卷毛又将毛头 折向胡哥 用武力威胁胡哥 别多管闲事 胡哥只得不再说话 迫于对方的淫威 男主只得吃下的这只 过期汉堡 胡哥看不下去出了门 在门口抽了支烟后 从后备箱取出一只 双管猎枪 进门后二话不说 给了卷毛一枪 然后又上前补了一枪 正在办公室看爱情片的经理 听到女服务员的尖叫后跑出 看到这一幕也方了 胡哥追进办公室 一并送了经理盒饭 走出办公室 吓傻的女服务员 还在鬼叫个不停 怎么吼都劝不住 胡哥只得也送了他盒饭 这下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胡哥来到男主面前 男主也被吓得不断标类 胡哥让男主帮忙 将尸体搬到后边去 如今还是顺着他吧 男主与胡哥一起 将三具尸体 一起拖进了后边的冷库 随后两人将现场的血迹 清理了干净 随后男主坐上了胡哥的车 行驶了一会儿后 胡哥带男主去吃点东西 经历了这么恐怖的一幕 小男主当然 啥也吃不下去 点灯时 胡哥没话找话地 问黑人女服务员玛莎 你上次真正做点正经事是什么时候 玛莎听后瞬间沉下了脸 看到男主的表情 胡哥让他别担心 这对话 玛莎根本不会往心里去 男主问胡哥 为什么要杀人 胡哥说 我能看出你和那些烂货不一样 当时你像只袋袋羔羊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我肯定得帮你啊 再次上路 男主告诉胡哥 自己七岁 上小学二年级时 被留了一集 至于具体原因 男主没有说 两人来到胡哥家 见到了胡哥卧床的老妈 胡哥取出抽携的手枪装饰子弹 要出去一趟 嘱咐男主别碰任何东西 胡哥离开后 胡妈问男主衣服上是啥 男主谎称 是工作时洒的番茄匠 胡妈不信 让男主拿电话过来 他又打个电话 电话 即是说自己有机会报警了 男主多多数字的犹豫着 将电话拿了过来 胡哥突然回来 阻挡了男主 之前没和你说不许碰任何东西 胡哥将电话碎烂 让男主换上一套衣服 两人再次上了路 途中两人聊起了天 男主虽然是个小处男 但他也交过女友 可自从小女友立山的猫死后 便与男主分了手 胡哥听后笑翻了 表示这理由太不可思议 随后他去店里买烟 让男主的门口给车加油 见男主左顾右盼 胡哥倔强是一男主 你敢轻举妄动 我就杀了老板 再次上车后 胡哥决定带男主去找丽莎 让男主亲自问清楚 丽莎为什么要分手 若能再续前缘 就更好了 丽莎在商场里的儿童玩具专区上班 见到男主 丽莎很惊讶 男主提出想和他谈谈 但丽莎表示自己正在工作 不便闲聊 于是二人决定 以顾客的身份 边接受丽莎的服务边流听 这倒是个好主意 于是男主与胡哥 一人选了一只毛绒玩具 一边给玩具装饰 一边聊天 男主问丽莎 之前为啥又和自己分手 丽莎说 她感觉男主对什么都不关心 将自己封闭起来 二年及时发生过什么 也不告诉自己 和男主分手时 男主也没有试图挽留 看来的确是男主的问题 一会儿还会有一群小学生来开派对 就先聊到这儿吧 两人匆匆告辞 离开了商场 这时老妈打了电话 胡哥折折将手机还给了男主 母亲对儿子十分关心 晚接了一会儿电话 都问个不停 看来男主是个妈宝男 怪不得性格如此软弱 这孩子都被管傻了 一点组件都没有 这时男主向胡哥谈了白 表示二年级留级 并不完全因为母亲 而是因为当时的一起事故 当时孩子之间流行玩一种 用手指弹橡皮的游戏 有天女老师小德 带走了孩子们玩这个 但只有小男主被单独抓了出来 生气的小男主将橡皮放在尺子上 像弹弓一样将橡皮弹射出去 却接撞了小德老师的左眼 导致他彻底失明 之后小德老师只得戴上眼罩生活 老师学生都在背后喊他女海盗 小德老师的心里受到严重打击 人生彻底被毁掉 对此男主一直愧疚至今 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男主认为自己做的决定 总会带来不好结果 所以今天才会吃起那只过期汉堡 任由卷毛欺负自己 胡哥听后又做了一个决定 带男主回小学去看望小德老师 男主不敢去 任胡哥别搅拦别人的生活 但胡哥态度坚决 表示男主直面自己的恐惧 才能彻底走出心理阴影 于是两人来到了男主的母校 小德老师还在这里教课 但今天是周六 他休息 向前台大婶邀地址 他当然不改 于是胡哥告诉大婶 男主就是当年的橡皮少年 两人明天就要搬家了 向他临走前和老师见面道个别 大婶听后很感动 去找小德老师的地址 这时副校长下班了 胡哥认出了副校长 一字不差地说出了他的全名 副校长曾在社中心小学当过老师 拿了小德老师的地址后 胡哥迫不及待地走出来 冲出去对副校长就是一顿爆锤 宇哥盲才 胡哥小时候一定被副校长欺负得很惨 要么就是受到了他的猥亵 奏文还不解恨 胡哥又掏出了手枪 男主连忙圣前阻止 总算劝阻了胡哥 但副校长也被揍得不轻 路上胡哥拒绝聊副校长的任何事 他小时候具体经历了什么 咱们无同得知了 但他也感谢男主拦惰了自己 随后两人找到了小德老师家 没想到已经过了14年 老师见到男主后 还是能直接认出他 老师亲切地给了他一个抱抱 表示男主会来看忙自己 自己很意外 见男主置物的说不出整话 老师将二人请进了屋 小德老师说 很少有学生会来看他 男主哽咽着向老师道歉 这时看到了老师女儿的照片 原来当年老师休假和四处云游 爱上一个男人并嫁给了他 但现在两人已经离了婚 当年失去一只眼睛后 老师花了很长时间怨天尤人 但之后才意识到 发生这件事情的自己很幸运 即使有机会 自己也并不想回到过去 老师也一直很担心 这件事会影响到男主 得知老师并没有恨自己 男主终于释怀了 此时胡哥正在洗手间内痛苦的狂偶 这副校长一定不是傻好人 许久才平复下来心情 老师离开时 男主趁机将他的手机穿进了兜里 这时胡哥也出来了 表示两人该走了 这时老师接到一通电话 那边说 副校长在停车场遭受袭击 没撑到医院就领了盒饭 这时老师想起 男主与胡哥刚才去过学校 看到两人的表情 与胡哥手上的伤 老师瞬间明白了一切 于是胡哥再次偷出了枪 歇斯底里的狂吼起来 男主连忙劝阻 努力安抚他的心情 经过一番纠结 胡哥决定带老师一起走 途中老师问胡哥 为什么要揍副校长 胡哥狂躁地让他闭嘴 小时候 副校长一定对他做了恐怖的事 这时男主吵着又上厕所 而且是大号 于是胡哥再次来到了之前的餐厅 在男主的一代央修下 胡哥同意了让他去方便 男主冲进洗手间 掏出手机报了警 此时的他紧张极了 好容易才平复下来心情 回到餐桌后 之前被胡哥枪的服务员马莎来了 他想和胡哥理论一下 表示自己为生活付出了很多 想把胡哥赶出餐厅 胡哥标了 一枪射中马莎的大腿 表示自己之前 只是随便一说 马莎的生活 自己也根本不关心 男主鼓起勇气 喊胡哥停手 称胡哥的世界观 崩得一塌糊涂 此时外边响起了警车的声音 胡哥再次发飙 以为是小德老师报的警 将枪口对准了他 男主挡在老师面前 肩膀吃了胡哥一枪 胡哥连忙过来 帮他按住伤口 向男主道歉 男主向他承认 是自己报的警 胡哥听后十分惊讶 随后接受了发生的一切 他走出餐厅 掏出手枪对准警察 被警察开枪送了盒饭 男主心情十分复杂 坐在门口 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不久后 男主有了新工作 这股老师的女儿莎莎 两人也玩起了弹橡皮游戏 这时老师下班回家了 结果薪水后 男主与老师约定 下周二再来 莎莎收拾玩具时 角落里放着男主与胡哥 带着的那两只毛绒玩具 乘客又名魔鬼乘客 是远哥2024年看的第一部恐怖片 这部电影十分冷门 豆瓣平台仅有200多人评分 开城后 老师血如犬有的画面 与胡哥接连送三人和饭的剧情 把我看得畅目结舌 之后 男主与老师之间的情感 又成功把我催哭 胡哥一开始打抱不平的方式 确实有点过激了 之后带男主去见女友 去看望老师 才是解救男者真正有效之道 本篇的对白与细节打磨得不错 有很多情节前后呼应 电话中 男主母亲总给儿子打电话 在电话里问读问息 并不是因为妈妈控制欲强 而是因为母亲了解儿子 知道男主两年级的事情 不但伤害了老师 也给儿子心里带来了极大负担 造成了他现代内向孤僻的性格 担心儿子会出事 才会如此关心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受伤 不管经历了什么 只有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 不逃避地勇敢面对 才能驱除心魔 起初男主的确十分懦弱 不敢反抗胡哥 甚至不敢和胡哥多说话 有心报警也不敢 但随着心急的解开 影片结尾为了保护老师 男主勇敢报了警 体现了他心理上的转变 胡哥从餐厅走出后掏出枪 并不是想袭警 他根本没想开枪 只是不想去坐牢 采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一刻 宇哥感受到了他的悲壮 心里对他生出了几分敬畏 他像自己承诺的那样 帮男主摆做了心魔 影片最后 男主与老师 老师的女儿莎莎 成为了永远的朋友 与莎莎在此玩 弹橡皮游戏的情节 证明男主 已经从那次事件中 彻底走了出来 已经好久没在恐怖片中 看到这样治愈的情节了 相较于那些 只想到如何向人的恐怖片 我更喜欢这种 在剧情剩下功夫的剧本 男主的演技颇佳 情绪体现得十分到位 看来也不能全新评分 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好了 今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爆肝不易 喜欢这部视频 别忘了动作小手 点赞转发收藏 鼓励一下雨哥 你们的鼓励 是我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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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